6月1号晚正在四川成都访问的阿根廷驻华大使 牛旺道在接受媒体专访时透露 阿根廷正在积极研究推进阿根廷经新西兰 奥克兰直飞成都航线的开通工作 并希望在成都设立总领事馆 从而提升阿根廷在中国中西部的地位 进一步推动经贸合作等各领域往来 四川省和我们阿根廷的布宜诺斯爱丽丝省 是友好省区关系 两地在友诚平台的开展下有很多友谊的合作 因为布宜诺斯爱丽丝省是我们阿根廷经济最强 同时也是人口最多的一个省 所以我们此次是希望深化推动两地友诚合作和交流 我们想在成都开设总领馆的目的主要是 希望提升阿根廷在中国中西部的地位 我们也是看到四川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区域优势 所以我们希望深化这个合作 牛旺道谈到中国是阿根廷第二大贸易伙伴 阿根廷有大量优质农产品出口到中国市场 而且双方在农业科教等各领域的互补优势非常强 此外牛旺道认为两国在一些新领域的合作也大有可为 我们高度赞赏中国这几年在卫星包括空间站领域取得的杰出成就 包括登陆月球以及火星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这个领域和中国开展合作 现在阿根廷正在和中国探讨里矿资源的合作 因为我们在阿根廷玻利维亚还有智利接壤的部分 有着全世界最丰富的里资源储备 所以未来在这个领域 我们也希望跟中国加深合作 推动电动车以及新能源在阿根廷的使用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 牛旺道特别提到 疫情期间有42架航班将超过1500吨的医疗物资 从中国运到阿根廷 这对阿根廷的防疫抗疫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过这次疫情我们也看到了病毒是没有国界 所以在这一点我们非常感谢中国 我们觉得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已经向全球超过80个国家 输送了中国的新冠疫苗 我们预计在阿根廷有超过1000万剂次的中国疫苗输送 这对于我们本身的抗疫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对世界尽快恢复正常 也起到了举足心中的作用 牛网道对中国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表示出高度信心 他透露现在阿根廷和中国 正在联合建一个疫苗实验室 在未来几个月内 中国的新冠疫苗有望在阿根廷生产 到了2021年 两国的合作主要就是在疫苗的研发上面 包括现在我们正积极地和中国政府探讨 把中国的疫苗引入到阿根廷生产 截至目前 我们已经收到了来自中国的400万剂次疫苗 在今年6、7月 还会有600万剂次的中国疫苗到达阿根廷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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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